喂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做的甜品 你到时候看看 我们就需要帮帮你 没别的意思 我现在尝尝你喜欢吃哪个 你肯定喜欢吃哪个 我现在学着做哪个 好不好 你选吧 我现在吃不出味道来 吃什么也是浪费 我喜欢吃的 你肯定喜欢吃 好 我会让你来 我会让你来 谢谢你 别让你去看 客气吧 童子姐 你怎么来了 这个给你 童子姐 什么东西啊 雨姐说她会跟你说 我先走啊 这里还忙 你去哪儿 这什么东西啊 雨姐说会跟你讲 我先走 好多话 这是 喂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做的甜品 你到时候看看 我们就需要帮帮你 没别的意思啊 帮不帮得上忙 我们也不知道 好 你加油 站着什么呢你啊 童子这么深强 我爸帮我们 录制了制作过程 步驢已经把视频 发到了江先生的手机里 你有时间看一看啊 等你比完赛 咱们好好聊 死对头 死丫头 你怎么知道 你在我手机上的背竹 是死对头啊 替我跟他们说 谢谢他们 你爱你 挂了 屁股 我们要嘴巴 kid 这就有什么 这个应该是糖溜笔剑 这个是那个 腌制粮膏 这是糯米 还有 还有这个荷花酥 这个是玫瑰芋头 这个榴莲酥 他们送这些来 是因为他们觉得我 本身笛子太弱 你放心 我根本没多想 我有四年多没碰过甜点了 他们送来的这些 我统统都不会做 来 布鲁也给你发来视频 你赶紧看看 看完之后学的一起怎么做 你这没什么钱 大家那么尽心尽力帮你 我开心都来不及了 生气做什么 那就好 嗨 姐 我给你做道菜 来 接着是布鲁 你嗨 可颂 布鲁做什么呢 要不这样 我先尝试你喜欢吃哪个 你肯定喜欢吃哪个 我先学着做哪个 好不好 你选吧 我现在吃不出味道来 吃什么也是浪费 我喜欢吃的 你肯定喜欢吃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这不是听你念书吗 你选择 是吗 是不是明天要比赛了 你紧张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紧张呢 过来我多看两眼 我怎么会紧张 现在几点 十点多了吧 能不能带我生日透口气 走 我自己给你 你就承认你紧张吧 不是紧张 我现在连基本功都还没有捡回来 只有样子我们比赛啊 这些决赛的分数 是要我们两个分数相加起来的 我怕我分数太低 会拖累你啊 拖累我什么呀 怕我赢不了啊 哎 就是说 就算你一切正常 发挥神勇 跟昆廷夫人拉开了好大的差距 那能弥补和维克特之间的差距吗 昆廷夫人是欧洲天典界的女王 当年孟妮在的时候 都不见得有把握能赢她 更别说是我了 那你还怕什么呀 我就是想着想着心里难受 你知道我的吗 我不喜欢输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比赛之前 你跟我说 比赛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菜 既然是自己想做的菜 哪有什么输赢啊 我当初那样跟你说 其实是为了让你能够赢 不过 你把这话放在现在用来鼓励我 特别适合 行 我听你的 明月让我们两个一起上场 去做自己 好吗 好吗 我跟你说个事啊 别笑话我 你还怕我笑话你啊 这才是个笑话吧 好了 说了 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 特别紧张 也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选手 哪一个不比我厉害 不比我努力啊 时候我觉得老天特别眷顾啊 别让我走到决赛 让我遇见你 我总想做点什么 可又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知道你能做什么 谢谢你的父母 万也培养得这么好 要换成是别人 早就放弃了 因为你的善良 因为是你的坚持 我们才能一起走到这一步 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 可能是 是老天爷特别倦过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老天爷 因为我就是老天爷 你就是我 天爷 我是病人 你说真的啊 因为你是天使 这当然你满意吗 你觉得我长得像天使一样可爱啊 你这厚脸皮 从头到尾都一样 我说你像天使呢 是因为我真的想不到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想知道吗 想 带你留着吧 你说你想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你想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想 我想你安静一点 行为人 你